大家好 整個星期都沒有錄一個每日一晚 因為上星期開始一直都不舒服 病了幾天 加上又要出門 去了杭州 所以今天才回來 錄一個每日一晚 說回 去杭州 香港那些機會非常麻煩 局住公司 在深圳非 大家也知道了 看Facebook 深圳非 Diets5 過百班航班 Diets5 現在先回看到 整個 北方都下降大雨 曝雨 搞到又有水淹 渲水災 很多機場 搞不定 航班又要延五 一延就延幾個小時 我上去那天 幸好延了三個小時 有些就直接取消了航班 我另外有些 上面有些 夥伴 本來要去杭州見面 變成他 訂了幾班機都取消了 他最後都沒有來 上去其實也很辛苦 在杭州只留了短短一天 昨天已經回來了 接著 我要回應大匪 我覺得他可能自己搞錯了 根本不是那個地方規定了 而是他那個溫度 我昨天去到 酒店那裏 要教他下來 都是自己彈回到24 他一直都顯示24 接著 人們就告訴我 其實就是現在的室溫 可以調校的 可以調校到20度 21度 或者19度 但是你再按的時候 他也會顯示了 那個室溫給你看 所以是冷得很重要的 不是絕對 不可以調校的 沒有什麼可能的 我相信 反駁大匪 我們再講 我們再講 再講 那些飛機嚴悟 上面 動一下 突然間天氣 就說嚴悟 然後又說 就算好天氣也嚴悟 究竟是不是他們在幫高鐵 在做事呢 即是等於 幫高鐵 打壓這個航空業 讓多些人覺得 反正動一下也刪除3、5個小時 即是刪除3、5、7個小時 這個飛機 如果去那些 短線 即是5、6個小時 高鐵的 那就可以接受 好過你在機場 運幾個小時 這樣 我另外有一個 其他 那些 那些 火盆 由廣州白雲機場 他們 廣州更嚴重 那些班機運 更嚴重 它本來和我一樣 是1.9的飛機 晚上10點多 11點才飛 去到杭州已經 1點多2點 我們已經睡了 變成這次去杭州 本來 訂好桌子 吃飯 我們也沒辦法去 然後 不重要 整個白雲機場 裡面那些吃的東西 全部吃光 小賣店 都沒有 那些店 都沒有飯 都沒有飯 給人家吃 水都沒有 搞到這麼嚴重 所以 這個 班機 其實有幾大問題 首先 起碼影響經濟 打擊很多 你約人 聊生意 突然間 二五三五七個小時 加上 還有一些叫車 我們上去 也有叫車 那一叫車 那些司機 我們約了他 以為五點鐘到杭州 或者四點鐘 那些人 去到那段時間 我們還未能飛 變成又要退 人家接不接你的單號 變成 令到那個 整個社會的經濟 付出很大的成本 所以上面 他們大力發展高鐵 也另外出現一個問題 就好像湖南 還是那裡 高鐵也停了 因為被河水 沖爛了鐵路 那是不是真的 高鐵也穩固呢 這個也很難說 說不定 到一 水災起上來 鐵路 除非全部高架 那些橋墊也穩固 不怕人們衝爛 趕回來了 上面 去了一天 那些事情 談了之後 就趕回來了 免得留那麼久 回來 訂了那張機票 更嚴重 本來也訂了 直飛就沒有了 唯有去保安 其實保安我也很不想 很辛苦 在保安機場 然後還要回來香港 那段時間 也是非常辛苦 每次都搞到凌晨 我們 我們本身訂的那班機 就是 5點多 就不夠機位 只有兩張票 我們三個人 然後 我們又 訂了7.9的班機 由 航州飛去深圳 誰知道 一買了 行家拿 然後 買了不夠5分鐘 就發了短訊 說 航班要延誤 延誤 延誤到10點 一聽就糟糕了 這樣搞不得了 買了不夠5分鐘 就馬上告訴你 要退後 也不知道10點 又告訴你 要退後 我們就想一下 不行了 不如這樣 立即上網 有沒有高鐵票 可以回來深圳 但沒有 原來當天 就沒有了 回來的航班 沒有了 那我就想到 不如這樣 看看有沒有 上海飛到香港 直接飛回香港 不用去深圳 因為 我也說過了 上海來香港的航班 是最多的 全國來講 就是全國大陸回來 往來香港 最多地方就是上海 上海 最便宜的機票 一定是東方航空 因為它飛機最多 總部也在上海 那果然 找到一個東方航空的機票 是1200多 即是我們買單程 因為我們上去 都是 不是一早買定的 那 更便宜過我們 深圳那張 深圳那張 是1300人仔 這個 我們買這個 直飛香港 也是1200多 總之1300人仔 忘記1200多 所以我們就馬上訂了 一訂 然後 然後 開車 由 杭州機場 叫車去 浦東機場 飛回來香港 當然 那個過程很久 總共用了兩個多小時 五點鐘 我們五點鐘上車 就去到七點 七八個字 七點半 七八個字 差不多 就去到浦東機場 然後 我們一進去 就馬上入閘 因為已經可以入閘 進去等 飛機 也不是百分之百準時 他說9點20分 也遲了幾個字才開 但是也好過很多 終於 飛到香港 就12點 不知 20分 飛到香港 12點多 我們再上網看 看看 在杭州那班機 我們之前買的機票 就移到12點半 剛剛起飛 在杭州 總算沒有決定錯 那班飛機 12點半才由杭州飛 飛到深圳 差不多兩小時 就要 兩點半才在保安機場 那邊走出來 回到香港 起碼都四點了 四點多 你回到家 那昨晚 其實我回到家 都差不多兩點 不過都算了 起碼不用再過關 由深圳過來 所以上面的飛機 如果這樣嫌 真的很難搞 真的盡量都避免出門 尤其是那些雨季 真的盡量不要出門 如果是冬天 就可能好些 沒有那麼多機會 因為天雨 但是你知道 我們節目有說過 大陸 他說連一個明星 遲到趕不到那班飛機 都可以打給他 叫他等著 那他不用給理由 你為什麼會嫌悟 所以 我覺得 這件事真的 十分之沒有保障 尤其是真的要做生意 你這樣怎麼搞 是吧 就是時間 掌握到時間 是最重要的事情 很寶貴的 你做生意 每一分鐘都是錢 是吧 那昨天我們這樣 雖然是給 在杭州等 其實花了很多錢 因為乘搭那程車 要一千元人仔 那麼我們三個人 才可以這樣回答 如果你只有一個人 當然是制不過 寧願等下 三個人 他好像加上 隧道費 不知道 又要多 百幾二百元 總之 過千元人民幣 但是終於 起碼 沒有那麼辛苦之下 回來 又直飛香港 又不用飛深圳 完成了任務 就算了 這一節 剛剛的每日一萬 漏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忘記說 就是我們叫的 那輛車 來接客的那輛車 其實是一輛AV689 所以 我們沿途都坐得非常舒服 因為 由689來接送 可能 香港沒得工作 要回去開Uber 所以說漏了這件事 我特意拍了一張照片 拍了一張照片 來到浦東 其實 我已經十幾年沒有去上海 上一次 對上一次 就是在浦東下 再之前 在上海 我在說十幾年前 那時候還在紅橋機場 還沒有在浦東機場 還沒有發展 這一節 我想說一下 就是去杭州 那麼杭州呢 我也是 差不多二十年 十幾二十年沒有去過 因為那時候去那時候 是很久之前的事情 就是那時候我和家人去的 那麼去到杭州當時 好像是二三月 很冷 天氣冷 也都沒有 也都是叫做什麼呢 很大霧 去到西湖 基本上沒有東西看 一半 什麼都吃光了 沒有東西看的 斷橋殘雪 只能看到斷橋 一半 什麼都看不到 然後 我其實也沒有深入去杭州 看 那個市面 也沒有進去救城區 甚至沒有去西湖 這次主要是在 蕭山區 一個蕭山區 本身就是一個 一個園來的蕭山園 後來就可能升格 做園級市 變成蕭山市 最近就被杭州吃了 因為杭州 即是不斷擴大 就吃了蕭山 就把蕭山變成 杭州的一個區 就像深圳一樣 吃了周圍的二線 變成一個大深圳 其實上面的城市 一直都有這樣 例如佛山 把廣州吃了 杭州吃了蕭山 把蕭山打造 現在他們很流行的 打造成一個 金融 貿易區 即是一個新區 變成像鄭州 在旁邊的一個空地 變成新鄭州 人稱新鄭州 也有人叫鬼城 那個就是鄭東新區 之前我說過 這個蕭山區 這個規劃其實也不錯 整體的街道 馬路也挺 很寬 很乾淨 那些人也OK 即是 這個叫做浙江 其實蘇節一帶 一般都附屬了這麼多年 人就相對文明很多 即是不會有人隨地討談 即是 一般的漏雜 其實都不會發生的 我都未見過 還有那些人都挺有禮貌的 一般 那我們 一路走 即是我們走了一段時間 看到都很多共享單車 因為他有一條 除了大的馬路之外 旁邊有一條給人 單車或電單車走的 可能單車路 所以他共享單車 可能都是少了市場 起碼踩的時候 都踩得舒服一點 安全一點 因為旁邊那裡不會走 不會走那些巴士 或是不會走私家車 那麼那個環境 其實都算不錯 不過 他說 一不下雨就很熱 三十幾度 那麼杭州 就不是海 他只是前塘江 即是兩岸 那不是海 就相對 沒有那麼涼爽的 所以熱起來 真的很熱 以及潮濕 一般 就算是杭州 上海 其實也是很熱的 因為 他本身的氣候 其實比香港更潮濕 所以熱起來 也是熱得很辛苦 冷 也是冷得很辛苦 因為潮濕 濕 濕 現在是熱熱 也是 濕熱也很重要 幸好 當時去的時候 下了兩天雨 相對沒有那麼熱 即是走出街沒有那麼熱 說到特意去到那裏 都會問一下市面 他們說的那些叫做 樓價 我都一定去到當地 一定問一下 最貴的樓 就是前塘江 兩岸 反而是舊區 即是 舊城區那邊 是最貴的 因為始終那些地段 是矜貴地段 其次 就是那個叫做 蕭山區 最靚的那些 最頂級的那些 就炒至4萬 451平方米 即是每次 斜圍到3千幾 4千元左右 可能 即是 約3-4千元左右 這個就是 當地 就是 當地 叫做一線 即是在蕭山區 如果你說那些比較舊 普通的那些房間 即是那些房間 可能都是 八九千 一萬多 一萬五 即是很參差的 因為新樓和舊樓的 價錢 是很遠的 那 最貴 即是說 前塘江 江邊 最靚的那些豪宅 起出來 最貴就是賣到7萬元 一平方 當然有些 維字沒有這麼靚 便便便些 這是說 最一線的價錢 那當然 跟深圳相差很遠 深圳其實 就貴很多 即是深圳那些二三線 都要4-5萬一方 即是4-5千元港幣 這樣 這次說真的 去到杭州 其實都是走馬漢花 因為逗留的時間短 只是留了一天多些 而且 亦都沒有什麼出去 沒有出去 走街 都是開會的 純粹工作性質 就不去玩 所以沒有什麼 看不到當地有什麼 跟大家說 只是少少分享一下 知道當地的東西 很片面地跟大家說一下 有機會可以了解多些 我們可以接觸到 知道的 就一定會跟大家說 這節時間差不多了